焦点 测量问题 在测量问题上 我们可利用三角函数间接测量出所求的长度以及角度 在解法上 我们可以依照题目给定的条件做图后 列式求解 以下是几个常见的测量名词 第一个 浮角与仰角 那它们都是视线与水平线的夹角 在图形中 如果观测者的视线较低 然后要观察位置较高的物体时 那往上仰视的这个角度称作是仰角 如果观测者的视线较高 要观察位置较低的物体时 那往下浮视的这个夹角称作浮角 第二方位表示 在图形中 如果我们先以北方为基准 接着往东方转45度 那这个时候的这方位 我们会把它称作是北45度东 所以前面这个方向 就是我们最初始所面对的方向 那后面这个方向 就是我们要旋转的那个方向 那中间这45度角 就是我们旋转的角度 所以其他的方位都可以以此类推 缩力 缩力A 某人在A测量三峰的阳角为45度 接着向三峰前进100公尺后到B处 测得三峰的阳角为60度 求三高为几公尺 首先我们先按照题目条件做图 P点为三峰的位置 一开始人位在A处的时候 阳角为45度 接着前进100公尺之后到B处 那观测三峰的阳角为60度 那在图形中 我们假设三角为H点 那接着假设三高 PH等于H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看 三角形PBH 那这个三角形 它是一个30度 60度 90度的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可以把BH线段 表示为根号3H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三角形APH 那因为三角形APH 为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所以AH的长度 可以表示为AB的长度100 加上BH的长度 根号3H 那会等于另外一个腰长H 那从这个关系式中 我们可以解得三高H 会等于150 加上50根号3 范例9 一渔船在湖上等数直线前进 已知上午9点50分时 渔船在观测点O的北偏系70度 离O点2里处 上午10点10分时 渔船在观测点O的北偏东50度 离O点1里处 求渔船的时数 首先我们先做图如右 那从图形中 我们可以知道 上午9点50分的时候 渔船位于A点 也就是在观测点的 北偏系70度 距离2里处 上午10点10分 渔船在B点 也就是在O点的北偏东50度 距离1里处 那从图形中 我们可以知道 角AOB会等于120度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余线定理 求出AB线段 那计算后得到 AB线段长度为根号7 其中由A点移动到B 所花的时间为20分钟 也就是三分之一小时 所以所求的时数为 移动的距离 除以所花的时间 可以得到 时数为3跟号7 第二小题 题目要求在这段时间内 渔船离观测点O的最近距离 首先我们先对AB做垂直 得到OC线段 那接着 我们可以求出 三角形OAB的面积 那OC可以视为是 AB线段上的高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两个方式 来计算三角形OAB的面积 第一个是利用到SAS的条件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 OA乘OB乘上320度 那会等于二分之一的底层高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 AB乘OC 接着将题目给定的条件 带入后 计算后可以得到 OC线段的长度为 其分之 更好21 范例时 在一笔直马路上的ABC三点 观测马路右方远处的X三点 测的阳角分别为30度 45度与60度 若AB线段等于BC线段 等于800公尺 求三高为多少公尺 首先我们先按照题目条件做图 假设三高O珠为H 那接着由三个观测的阳角 我们可以推得 OA长度为根号3H OB长度为H OC长度为根号3分之H 那接着在底面的三角形中 我们可以利用三角形OAB 与三角形OAC 那可以得到 cosA 我们可以分别将 两个三角形的边比带入之后 可以得到这两个分式会相等 那接着经过计算后 就可以推得三高H 会等于400 根号6 三高 三高 星期五 四 tre